大家上午好 下午好 晚上好 不论你是在哪里加入今天的会议 祝你们都好 我的名字叫做Noah Henderson 我是天然气方面的负责人 也是在能源数据中心工作的 像Dione刚刚所谈到的一样 在我今天的介绍结束之后 会有一个专门的问答环节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可以把它输入到聊天框里 这样我就可以在演讲结束之后回答 或者让我的同事在我演讲的过程当中 给各位解答 我也想要快速的提醒一下 所有的演讲和练习 都会在我们统计课程结束之后 会发送给各位 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所有内容 稍后都会获得 进入到今天的专题演讲部分 今天的专题演讲是分成了三个部分 像Dione所讲到的一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天然气的趋势 之后讲一讲关键的概念 最后一部分我们会讲一下数据报告方面的 关键要点以及天然气问卷 首先来看一下趋势 在过去40年天然气的产量 可以说是增加了三倍 在这段期间当中 天然气是第二大贡献因素 带来了全球能源的增长 仅次于石油之后 那二战之后天然气的一个产量 最大的也是最快的 是出现在北美和俄罗斯联邦 那么这个趋势持续到今 时至今日美国和俄国仍然是天然气最大的两个生产国 加总在一起的话 他们占到了全球天然气产量的40%以上 天然气的需求 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和产量一样也有非常大的增加 现在大概是占到了全球能源供应总量的25%左右 而且在很多不同的经济部门当中 我们都可以听到 天然气会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燃料 在很多不同的场景之下都可以利用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 考虑到不断改变的区域和全球供区情况 越来越多的关注点是放在怎么样 把这个天然气的运输更好的让共和需匹配起来 但是这就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大量的投资 可能是管道输送 让天然气通过陆地上的管道输送 或者的话用液化天然气的方式 非常大量的在水上去进行运输 液化天然气在整体天然气的贸易额当中的比重也不断地增加 现在已经占到了总天然气贸易比重的40% 看一下主要的天然气的进口国 日本主要是进口液化天然气 而德国主要是管道输送的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 那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液化天然气 和作为气体状态的天然气都是同一种商品 不能够把这些产品和其他的石油制品弄混淆 因为有些石油制品呢 不同的气态和液态我们是分开报告的 但是考虑到液化天然气 它需要专门的基础设施才能够长距离地进行贸易 所以在天然气液化天然气这个汇报 这块我们是分开汇报的 那么天然气它是有着 每能源单位燃烧之后最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比煤炭的话是要降低40%多 比石油的话也有非常大的一个节能减排的好处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天然气就是一种转型性的燃料 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更加绿色的能源系统当中 来看一些非常有趣的图表 可以看到不同的天然气的生产 还有需求的情况 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一样 气的话呢 大概是占到了全球能源供应的四分之一 但是每个国家情况不尽相同 在我们的图上可以看到比较大的新兴的经济体 比如说中国印度 他们的能源供应当中 气所占的比重比较低 大概6% 7% 那么比较大的气的生产国 比如说俄国美国 他们的能源供应当中 天然气占比更高 美国大概是32%是占比天然气的 那么俄罗斯呢 是有55%是天然气 在右边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天然气的总生产 还有消费情况 以及他们是如何被使用在不同的经济部门的 包括不同 全世界各地不同区域的天然气产量方面的状况 再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关键概念 从某些角度来说 天然气和石油很像 大家对石油并不陌生 因为它们都是来自于同样的有机材料 而且它们都是来自于类似的地质形态当中 但是它的一个温度和压力和石油不太一样 天然气呢 它是一种可燃的燃料 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碳氢化合物 尤其是甲烷含量非常高 通常是超过90%的甲烷含量 其他的可燃燃料 比如说煤炭和石油 是根据它们的热值和组合去划分的 但是天然气呢 是被我们看作是单一的产品 各种各样的天然气的混合物 它的热值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异 比如说可能是37到42 我们这里说的是每立方米兆焦 当然它的极端的热值可能是低于37或者高于42的 那么也很有可能啊 就是其他燃料的气体是可以混合到天然气网当中的 比如说高炉气 这是来自于煤炭生产的 或者呢 爪气 这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气 都是可以混在天然气网当中的 还有一点就是天然气的数量 可以按照体积也就是百万立方米去界定 所以我们需要去界定一下衡量它的压力和温度 在国际能源署收集数据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标准条件 也就是15度 然后一个大气气压的情况之下去收集和报告 那继续往下看天然气平衡的状况 首先看供应这个方面 我们有天然气的生产 来自于其他来源的投入 其他气体的投入 贸易也就是进出口 还有能库存变化 从供应这个方面 我们看到的是计算之后的内陆消费量 然后有一个统计差异 这个差异呢 指的就是供应这一方面 和来自于需求方面的数据 也就是所观察到的 观测到的内陆消费的状况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能源部门 转化部门 然后最终消费部门 交通运输工业等等 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减少统计差异 也就是说供应方面的数据 是匹配需求方面的数据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更加详细的看一看 其中的一些能源平衡的内容 首先来看一下生产 天然气是可以 从不同的地方开采出来的 从油田气田或者从煤矿当中 那么原生气从井口出来的这个气 是包括很多的污染物 还有碳氢化合物的 当然也包括甲烷 这些污染物呢 需要把它移走 通过一系列的热能和化学反应 让天然气是可以进入到消费和配送的阶段的 有一些气是燃烧放空或者是冷放空的 如果不能够运输或者不能够处理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有一些气是可以回注到气田或油田里的 这样的话呢 让这个田的压力是正确的 让这个气田或油田的产量可以保持 那么在开采之后 甲烷的含量 有的时候不会很高 可能只有70% 但是在进化的过程结束之后 甲烷的含量是有可能达到99%这么高的 那么进化还有处理的这个过程 是包括要把甲烷从其他的碳氢化合物当中分离开 包括天然气凝吸液 原油把杂质去除掉 比如说凝结物 水蒸气 二氧化碳 硫等 那么最终得到的气 在进化结束之后得到的气 我们叫的叫做干销气 干销产量 那么这也是我们在IEA 针对所有的我们在能源平衡当中 跟踪的气里面的条件 就是它需要是干的 需要是释销的 那么干销产量可以把它分成半生气 这就是来自于油田的气 非半生气 换句话说来自气场的气田的气 还有煤矿瓦斯 这就是来自于这个开矿的地点的一些气 继续往下看 供应链这一块 我们的方法 在IEA去报告数据的时候呢 是包括天然气供应链的各个阶段 在换灯片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的是产量生产 另外的话呢 是其他的燃料来源 比如说爪气 从可栽生能源这边获得的爪气制成的天然气 另外这是基础设施方面那些数据 那么他就是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 这就包括了输配的一个系统 仓储的系统 还有的话 液化天然气的基础设施 那最终是天然气被消费到不同的经济部门当中 比如说是电力供暖 在居民住宅领域或者是商业部门 供应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贸易 也就是让天然气从生产的一个国 生产的一个区域进入到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那里 供他们使用 在供应链这个方面 我们需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 我们稍后会更详细的看一看所有的这些组成部分 首先来看一下贸易 天然气的贸易是可以通过两种方法 通过管道输送气体状态的气 或者能通过船 运载船去输送液化天然气 当然这是水路运输 那么首先看管道运输 他们是非常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让天然气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之间 在陆地上去运输 有许多国家之间的 或者区域之间的天然气管道 让天然气可以短距离在一个国内 或者区域内去运输 但是跨越国家边境的这种管道 不那么常见 它的造价也更高一些 当然我们在讲天然气贸易的时候 是必须要讲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带来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 它改变了也是颠覆了天然气全球的贸易 尤其是突出了能源保障安全的关键议题 以及过度仰赖一个国家 一个贸易国提供天然气的重大危险 这在很大程度上 也带来了 液化天然气的不断增长的贸易趋势 那么管道运输的话呢 更多的是在陆地上去运输 那天然气也需要通过海陆水运的方式去运输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在经济技术层面上克服很多困难 或一句话说 如果是通过管道运输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取得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让天然气极度的降温 让气变成液 这样的一种状态 可能达到零下几百度的一个情况 这种液化的天然气 它是增加了在一个体积当中 可以储存的气的一个体积 可以增加600倍 这样的话呢 液化天然气再去做运输的时候 长距离的海运或者水运的时候 就更加具有经济效益性 那这个时候还有一点需要考虑 就是你要降温 需要装船 然后需要保持温度 需要卸载 需要再燃烧 再加热 再加压 那这个时候需要很多的基础设施 需要有设施厂 能够把天然气变成液态 再把液态变成气 也需要专门的天然气运载船去运载 还有就是再气化的这个厂 把它的液体的状态 变成一个气体的状态 这个时候才能够在目的地使用 在这里有看到的这张图很有趣 能看到液化天然气增长的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预估在未来会继续保持下去 也就是天然气会以一个更加全球化的 灵活性的方式去进行贸易 那库存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在讲到天然气的时候需要去看一看 那么天然气它只是一种潜在的能源 它是可以储存起来 在一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去使用 那么这个时候库存 我们就需要看到它的一个可用的产量 这样的话在季节性出现波动的时候 才能够有非常好的平衡和匹配 尤其是在北半球的时候 在金河组织的欧洲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冬天啊 它的一个峰值是非常高的 主要用天然气来取暖 在夏天的时候呢 是一个峰谷一个挖地的情况 需求没那么高 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地下的储存 作为一种经济性的可行方案 那么大部分的企业是放在一些 浩劫的储气层 还有其他的一些地质形态 比如说严谨 还有蓄水层里面 也可以来储藏天然气 总的来说的这个库存 是能够看到有一些季节的波动性的 它从一个比较扁平的供应 需要去满足季节性的波动 那这时候会有价格信号 还有一些监管方面的这个政策 会去驱动库存方面的变化 比如说在低需求的时候 去建立库存 然后在冬天的时候 需求非常高的时候 去通过夏天的库存 来去提供需求 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需求方面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的部门和领域的一些状况 它是一个灵活性非常高的一种燃料 尤其是我们在这里呢 要看一下 一些并不是很直观的 或者不是很清楚的 我们现在来仔细看一下这里 首先我们看一下转化部门 转化部门就包括所有的将天然气转化成另外一种能源的形式 它可以转化成电或者是转化成这个高炉气等等 而能源部门呢 它包括要消费天然气来支持相当的运作 比如说天然气呢 也在油气开采油气精炼的时候呢 被燃烧作为原料 那这里的差别是天然气呢 它是被烧被燃烧 但是它没有被转成另外的其他的产品 所以这是转化和能源之间的区别 转化的意思就是天然气可以被转化成其他的产品 而能源部门的使用呢 就是天然气作为一个原料进行使用 最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部门 就是非能源的使用 这就意味着天然气呢 被使用作为原料来生产一个非能源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可以用天然气制化肥或者是制塑料 这时候呢天然气没有被燃烧 也它只是用来作为一个原料 来生产其他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化肥或者是塑料 这里我们是看到的转化部门 很多的转化部门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可以天然气转化成电或者是热 或者是电热连产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用到胶炉里面 会之后做成焦炉器或者是生产一些 之后呢石油产品 所以它可以被转化成很多其他的能源产品 最后呢介绍最后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数据的报告 和我们的年度大查表 我们在IA做数据统计的时候 要求各国家当主管当局呢 每年去填这样的一个调查表格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获得供应链上 和消费部门的所有的相关的数据 这里的结构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六个不同的表格 包括消费供应贸易和基础设施等等各个部门 然后呢在收集数据之后 我们应该通过一个验证的程序 来保证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可比较性 要在各国之间和各个时间的比较性 我们要保证使用恰当的标准和方法来填表 同时要表证各个不同的表格之间 要稍后一致 不管是在本调查表之内 还是和其他的代查表之间要保证一致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关在第一表格中报告的供给 应该和第二表格中呢 国内消费是表示一致的 还有呢 第一表格中其他的来源 也应该和其他的表格比致 比如说生物气体 或者是沼气 它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表格 这两个表格应该保持一致 这是代查表的样子 我们看一下表一 刚才告诉大家呢 我们只是记录的是干销产量的气体 不包括任何的燃烧气体 或者排除气体 或者是从回注的气体 我们除此之外呢 还以百万立方米 太焦和NCV作为单位来记录气体 这个呢 NCV可以做检测 可以做一些推测 还有一点 对于贸易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只是记录过境的天然气 我们不记录任何的过境 只是记录穿过边境的天然气 不记录过境的天然气 还有这是这个以太焦为单位 我们来计算 2A表格里面呢 这里是转化部门 能源部门和这个传输方面的一些损失 也要记录下来 2B呢 是主要是最终的消费 包括在工业部门的消费 和其他部门的消费 最终消费呢 我们还区别了能源使用 和非能源使用目的 能源使用呢 就是天然气作为一个燃料被使用 而非能源使用呢 是天然气被作为一个原材料 进行的使用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报告 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搞得比较糊涂 就是在转化这方面 比如说对于天然气呢 我们这里有三个类工厂 包括电厂 热厂和电热连产厂 CHP这三类工厂 我们进一步详解两类的活动 第一个就是主业生产者 也就是说呢 这些公司它的实体呢 它的目的就是生产电热 而另外呢 还有个自由生产者 自由生产者呢 它是产电产热的作为一个副产品来出现的 当然还有一些报告 我们可能会有些糊涂 让人糊涂 我们看一下2A这里面呢 我们要在这个自由生产者这边 如果生产的热呢 它只有出售的热才能够记录下来 它转换领域 刚才谈到了 只有在出售的热呢 才能够被记录下来 对于电来说 所有的电力的生产 和电热气的消费 都应该把它报告在2A表格里面 所以这里可能是比较复杂 大家之后呢 可以提我们提问题 最后一个关键的表格 这里呢 就是第三表格 是涉及的贸易和这个贸易里面 我们打分了出口与来源 有关LNG的贸易和这个管道输送天然气的贸易 在这里 我们记录的是最初的来源国和最后的目的国 就是最初的来源国和最终的目的国 消费国 对于某些国家来说 可能很难去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报告 当然还有一些 在天然气报告方面的一些限制 首先呢 我们把天然气作为一个单独的产品 当然有些天然气它的热值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要求各国呢 去报告平均的热值 第二 对于天然气来说呢 还有很多的技术创新在贸易方面出现 就是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呢 在全球方面会出现来多的出现过境贸易 这样的话 对于各国来识别最初来源国和最终消费国来说呢 就很困难 之前我也谈到了这一点 最后呢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去检测它的体积 之前这条中我们说到了 我们用的是标准条件 也就是15度 但是呢 同时天然气有时候也可以用一般条件 正常条件来记录 就是零度 所以我们这里面还是要 双媒注意一点 应该用正确的热值 保证所有的天然气呢 都是在正同样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 被记录的 谢谢各位 这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资源 大家可以使用 同时 继续看 继续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